日本正式確認 中共要對日本的網絡攻擊負責 日本及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艾美儀凱恩斯 舉行了美日韓情報首腦峰會 為應對疑似與中共、俄羅斯 以及北韓相關的網絡攻擊 日本政府日前召開了網絡安全戰略會議 提出未來三年的下一個網絡安全戰略干擾 此外 美國國防部官員強調 中共在網絡領域上 是步步緊迫的威脅 多間日本傳媒5月18日報導指出 2016年至2017年 受中共軍方指示的黑客組織 對200間日本企業和研究機構 展開大規模網絡攻擊 2021年4月 日本警視廳將一名中國男子 以送檢察機關 他涉嫌以遭用伺服器為名參與黑客行動 日本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說 早前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和大型電機製造企業 已經受到網絡攻擊 而最近一批受到網絡攻擊的 是其浮縣等地方政府和位於大阪的電視台 另外據日經亞洲評論5月16日報導 在4月2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的前兩天 日本警視廳對一名中國籍系統工程師提出起訴 該工程師是共產黨員 涉嫌參與針對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以及其他200間日本公司和研究機構的網絡攻擊 警察局長Mishihiro Mitsumoto在會議期間說 一個名為TAC的中國黑客組織進行了這些攻擊 中共軍隊的61419部隊 極有可能參與了間諜網絡活動 日本政府5月13日召開網絡安全戰略會議 討論應對疑似與中共、俄羅斯、北韓相關的網絡攻擊 會議提及疑似中方參與的對日本宇航研究開發機構等 200間日本機構的攻擊案例 並提出未來三年的下一個網絡安全戰略干擾 此外在日本參加美韓情報首腦峰會後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凱恩斯 在5月13日到訪南韓國家情報本部 與南韓方面人士就共享對北韓情報等事宜進行討論 並走訪了南北韓邊境